不只通訊行可以回收手機 現在網購平台門市推出這個機台 讓你五分鐘就可以估出價格 點點螢幕跟著步驟操作 確認資料需求後 將手機重還原廠設定 並接上旁邊手機線 接著打開系統上安裝的APP 把手機保護貼外殼拆掉 放到機器裡就知道能換多少錢 補貼買新機的費用 但不只網購門市 蘋果iStore也有類似的手機回收機器 但價格到底差多少 以這台iPhone XR 128G來看 手機行收3000元 放到網購平台機器裡 只能拿1289元 換成優惠券就有1400元 如果是蘋果門市機台 價格稍微高一點 有1450元 外加4%補貼可拿1595元 但還是比人工收低了超過一半 到底是哪裡被扣分 網購機台打分數 全功能正常螢幕外觀得到A 但螢幕顯示跟機殼外觀都只有B 蘋果機台則列出三點 包含螢幕顯示有壓損色偏 螢幕外觀邊框被板清為刮痕 我要看我有幾層把握把它附了 那如果是那種沒把握的 刮得很嚴重就再少 同學行說民眾來回收手機 估價時最先看的就是螢幕外觀 因為細小刮痕難修復 有時回收時就被扣4000元 很小的話那個機器應該是掃不出來 那掃不出來它乾脆設定就是 一律算刮傷給它收 目前網購平台進駐手機 自助回收機器 還有線上回收舊機服務 雖然方便但為了划算 民眾還是多方比較 才能換到最優惠的價格 TVB的先生李政武挺台北採訪報導 旁邊聲音 難從但 cooks 韋傾 空派 旁邊聲音 boo 新総 po